歡迎觀眾朋友 繼續來關心星星新聞 森巴高度是最上中和國小的特色教育 團員有賣購都是新住民的租路 其中担任隊長領著是有所講飛機青 今年是在總統教育中的許正方 以下配合議面宿長 希望宿長來好好看他們學生的成果 就是希望署長有機會可以來我們學校參觀 然後我們學校也有許多新移民的子女 然後在這裡也是過得不錯的 經過拉開最上中和國小有三種學生是來自新住民家庭 這是基民宿推動到火炬計畫的重點學校記憶 由中央政府補助經費 由學校開辦各種國際都關文化的課程 提供學生甚至是學生的家庭參加學生 火炬計畫最主要就是我們新住民子女 如果占這個學校比例一成以上 或者超過100人的話 我們就稱之為重點學校 那我們重點學校我們就有一些相關資源的投入 希望無論是小朋友或者新住民本身呢 能夠透過這個計畫能夠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以民宿長協力說給班長表演優秀的學生 當時勉勉 有機會就賀母親國家的意見 強調這對未來主要是增加一項機靈 因為媽媽會講的話各位如果多學起來的話 以後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知道像我們現在在越南很多的台商 他就很需要我們一些小朋友 當你長大讀完大學或者以後畢業出去工作的時候 他很希望又會中文又會越南文 當時困定中和國修辦理火炬計畫 和推動國安文化融合的用心 競競調 以民宿是新住民的敲駝處 高中參加華東的教育處處長張翠瑤標時 該館政府是新住民的大家 相同的共同合作 照顧新住民在台館的生活 這也是我們扣角紅之上香 彩虹不得